50红光mini EV敞篷版就要在9月1号上市了 我来说两点 那么它究竟是不是年轻人的第一辆敞篷车呢 我觉得这得从几个方面来说 如果单论敞篷车 那毫无疑问它当之无愧 我在去年上海车展看到它的时候 整个防滚架的姿态 整个软顶机构的折叠状态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根据最近几个媒体几个评测中来看 它的半自动软顶折叠机构 在工作状态下其实还是非常顺手的 在目前这个缺乏耐久性测试的状态下 它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其次呢是这个第一辆的问题 第一辆嘛 无非就是从它的初次购买成本 和日后的保养维修价格来看 那么根据工信部申报的信息来看 这首批mini EV敞篷 它所使用的是30千瓦的电机 硬顶版本呢 使用30千瓦电机的车型 续航里程大概是在200公里和300公里两种 价格从5.58万元到7.28万元 那么敞篷版我觉得价格也就上幅个1万5 1万差不多就这个区间吧 7万小到8万大之间 也就是将近9万块钱的这么一个价格 这个价格放眼全球啊 对于一辆全新的敞篷车来说 这也是极为低廉的 不过你考虑到花将近落地10万元的价格 买这么一个尺寸 动力 还有安全性能和配置的这么一个车 说是划算吧 我觉得可能也要打个问号 不过我十分欢迎武林 用一个惊喜的价格来打我的脸 毕竟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 可以用一个非常合理的价格 去拥有他们人生中的第一辆炒捧车 然后是年轻人这个定语 我现在是越来越不喜欢滥用这个前缀了 当然这可能跟我离30岁越来越远的年纪 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我觉得你买什么车 跟年纪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关系吧 对吧 也不用这么强硬的去挂钩 毕竟享受敞篷车带来的拥抱大自然的乐趣 享受天空的开扬感和通透感 包括享受速度带来的肾上限速飙升 这个东西应该不分年龄吧 如果可以用人民的第一辆敞篷车 我觉得也并不为过 而且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 50宏光mini EV的造型 可能对他们没有太多的刺激感吧 毕竟这么一个设计的像鞋盒 轮子又很小 整个比例堪称失调的这么一个造型 也不太能够挑动年轻人的设计神经吧 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 你又要说10万元以内 我们还能不能买到第二辆敞篷车呢 其实是有的 来自北京汽车制造厂的BJ212 他们的最低配版本车型只需要8.38万元 虽然它的配置低了一点 做工粗糙了一点 但它也是个敞篷车啊 而且它还有分时四驱和硬派越野的能力呢 你说说看 这两辆车你会选哪一个